蓝阳女中遭到BB枪击破了窗户 学校的礼堂四扇玻璃留下了18处的弹孔 警方上个月30号到场调查 出判是有人持着空气枪从校外射击 经过调阅周边监视器追查 在今天早上持着搜索票 拘提了一名20多岁男子到案 他坦诚一时兴起才会犯案 警方现在依毁损恐吓等等罪协 以请宜兰地检署侦办 在宜兰县蓝阳女中用空气枪射击金属和塑胶制BB弹 破坏礼堂窗户的人就是他 据了解这名20多岁游信男子在今年5月时 就因为开枪射击车窗被警方查气到案 当场被查扣枪支 这回经警方询问为何又有枪支作案 男子才透露其实自己早在大概3月4月的时候 就已经破坏礼堂窗户了 身上早就没有枪支 7月30号才有路过民众发现 小房隔天报警 警方在2号上午才将他查气到案 犯案至今相隔5个月都没有人发现异样 疑似是因为台风过后让玻璃碎裂更明显 才让民众惊觉玻璃有弹孔 现场总共18个弹痕 14颗金属塑胶制BB弹 嫌犯坦诚枪支是从网路上购买 因为一时兴起想测试枪支 才会开枪射击没有恶意 很多弹孔觉得怕怕的 觉得有安心感 至少我抓到羞手 嫌犯终于落网 附近民众和尸身也都松了一口气 2日持宜蘭地方法院 荷花搜索票查契换嫌到案 并查过作案用BB弹丸及钢珠等证物 信问后依回损恐吓等罪嫌 以请宜蘭地检署侦办 警方持搜索票 居提证明游信嫌犯 依回损恐吓等罪嫌 以请宜蘭地检署侦办 记者张凯婷宜 宜蘭报导